就是这样减针 你另外一侧的领口啊 依然也是这样的减针方法啊 也是这儿减去一个12 然后减去一个3 减去一个2 减1啊 次数不一样啊 三针的这个是减三次 两针减两次 一针减两次 好了 针水都减完之后 我们将整个领口的位置啊 给它 左右牛 让你之前是留了那个 边上的这个针 对不对 不用平手 要不然你还得挑多麻烦呀 直接给它留 然后我们给它穿上以后呢 直接向上 与其他的针一起向上支 那多方便 对不对 好 这时候啊 我们要将整个领口的位置 一共给它挑出多少呢 101针 101针啊 看你的总针数是多少 如果挑多了的话就减一点 如果挑的少了的话就加一点 最后正好达到101针 明白了吧 好 然后我们将这101针啊 向上 往返之4厘米的拧针单螺纹 最后给它收 击起边 就完成了 这一部分用的可是咱们那细针制的啊 8号针 好了 主体部分完成了 就来到了 袖子的部分啊 袖子非常的简单 你看 它就一组花纹啊 同学们看一下 它一个9针的 辫子马花左右各一针反针 同学们挤下图可以啊 然后一圈呢全都是正针啊 好 袖子的部分 我们直接也是用的细针来起的针啊 主体部分用的是6号针来支的 首先来说袖子 这一块啊 我们的总体用给它在这啊 起了40针 我们起完这40针之后 然后也是用的机器边的起针方法啊 然后呢 我们给它环形支 拧针单螺纹 支这么高 18厘米啊 好 完成这18厘米之后呢 我们就要给它改支 刚刚我给你们说的那个花纹 9左右各1 然后剩下的全都是正针这样啊 然后先上环形支 在整体制作过程当中 我们要在这个位置啊 加针的 怎样加的针呢 我们要每12行加一次针 一共加5次 也就是总体袖子支到这儿 你又加了10针啊 这位置呢 一次是加两针的啊 同学们要知道 明白了吗 因为你是环形支的吗 所以啊 你可以在一针的左右加 各加一针 两针左右各加一针 都没问题的啊 好了 加完针之后 你的总长度 要控制在44厘米 然后呢 啊 我们将它的 页下这个位置啊 给它剪一个 三针 这边也剪三针 也就是总体一共剪了 六针 明白了吗 好 然后在六针的两侧 也就是你的 起始针的位置 我们就开始了 做什么呢 剪这个 马蹄啊 按照 这样的规律来剪啊 我们每两行 剪一针 剪12次 也就是所谓说的啊 隔一行 剪一针 一共剪12次 好了 剪完之后 收成 把这位置啊 收针 然后 袖子完成了 只两个一模样的袖子 然后和正身 相缝合 最后 缝上钮扣 整件衣服就完成了 不大难 对不对 而且 版型出来以后 非常非常的 复古 而且 看上去 极其实用 最重要一点就是 我们在版型上 做了很大的调整啊 两个袖子 不是过去拖沓的那种 显得很胖 很 整个人很结实 并不是那种啊 所以 有些人穿上去以后 反而会起到 显瘦的 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了 介绍完了 如果对你有一点点帮助 请一定要点一个赞 感谢各位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